同样让影迷超期待的 还有好莱坞超级巨星汤姆克鲁斯 即将在5月底四度访台 要来宣传新片《神鬼传奇》 而这也是阿汤哥继2000年 首度访台之后 创下首位好莱坞巨星访台 四次的记录 而汤姆克鲁斯在2013年 曾经打引台湾影迷 一定会再带着新作品来到台湾宣传 果然是说到做到 经典电影《神鬼传奇》重启新作 由汤姆克鲁斯单纲主角 正式预告曝光 也带来振奋台湾影迷的好消息 因为阿汤哥要四度造访台湾 选择二万人 汤姆克鲁斯已经来过台湾三次 从2000年不可能的任务2 再到隔年的香草天空 小心哦 后面小鹰 那年汤姆克鲁斯还带着当时的女友 潘尼洛普来台 之后相隔12年 再度降临宝岛宣传遗落战境 这回睽違四年 将为电影《神鬼传奇》四度访台 因为他曾经承诺 一定会再次带着新作品再来 而且今年年初 也主动向美国总公司 表达访台意愿 我需要台湾 谢谢 我非常幸运地带回来 我曾经在这个观众认识 我曾经认识到12年 在这个观众认识 所以非常感谢你 我都很爱你 谢谢 这回除了阿汤哥 《神鬼传奇》导演 埃利克斯·寇兹曼 还有台湾观众 熟悉的金牌特务刀腿女 苏菲亚·波提拉 以及亚纳贝尔·华丽斯 都会一起登台 何时能再见 阿汤哥迷人风采 目前预计5月25号 在台举办首映会 汤姆克鲁斯用实际行动 感谢台湾影迷 消息也让粉丝相当期待 记者台北纵口到